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吃过 但我还没吃过 究竟你有没有兴趣试试看它有什么吃呢? 我订了一个水鸭煲 有没有兴趣去看? 不是水鸭煲 是水鸭汤 这个门口也有很多招牌 看看它的开放时间 星期二休息的平时一至五 全部是11点到10点 红烧雨鸡 它这么好给我们房间 订位是不同的 金碧辉煌 我和店员聊聊天的时候 就得知道原来他们在11月就会开始装修 暂时是预计11月 但究竟真实时间还未决定 为何装修? 原来好像说他们的老闆决定榮邮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吃这个老闆煮的食物 你真的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11月前就要来试一下 当然打电话来看还有什么定位 还有什么开 他预计希望在圣诞前重新开业 而且他也有一个重大的转变 就是他又开始有早茶饮 为什么呢? 因为他转了手 转了给和这个罪福留一样的老闆 即是说他将会将这间餐厅 这间海鲜酒家的模式 转到好像变成一间茶楼 所以究竟12月左右的时候 这间海鲜酒家会变成什么呢? 真是不得而知 所以最重要大家把握机会 如果你想试一下这个老闆手势 which is 我觉得挺好的 你就真的要趁着这个时间 快点过来吃 这间穿通天的Menu 你去到片尾就可以看到 那不如看看现在 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订了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订了的滋润炖汤 你看到4-6位用是$38 8-10位用是$58 有什么款式选呢? 我们当日问的时候 他就有水鸭、蛇菇和竹丝鸡 炖料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种材料是最重要的 究竟要哪款呢? 你就会随专便 我就选了水鸭 这个就是我们订了的炖水鸭汤 你看到的色 其实也挺清的 挺像这个炖汤 究竟这个水鸭汤有什么材料呢? 他就说有些北旗 党心、桂圆、瑶柱 还有这个肉 究竟有什么材料呢? 我们稍后看个汤渣就知道了 其实他这一碗说是4-6人用 但是我们5个人去 基本上每人喝两碗 都有一大盒拿回去 即是说你6个人来 都可以每人喝到两碗半 你看一下色 其实炖汤一定是这样 面头一定有股油 因为精华炖出来 况且你看一下的时候 我们在碗里也很清 如果你真的喝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很重的北旗党心味 亦是相当甜的 我不知为什么这个汤真的挺好喝 你看一些材料 它都搓出汤渣 看到了很多材料 北旗党心、瑶柱、肉 你看一下瑶柱也不少 当然了,还有水鸭 水鸭是否很大 我相信不是很多 只是几个 肉可以蘸些豉油 吃都挺好的 你看干瑶柱 数完数完 起码有一粒以上 究竟有没有多 真的不知道 起码的材料够足 肉基本上 就真的已经做到没了味 水鸭来说 也不算太多 但是小小煮足够 水鸭也可以吃 蘸些豉油就可以吃了 普通少友 当然不是 它特製了一个辣椒的豉油 辣辣地蘸下去 相当夜味 其实我觉得收38元 要个炖水鸭汤 也算是值得 你想想炖水鸭汤 一般来说 炖水鸭汤要浪费很多时间在炖 如果你在家炖 灯又火烈得在 出来干手净脚 喝完 还有打包 你说多好? 接着要介绍这道菜 就是士椒炒大蜆 价钱是23.99元 你看到这个碟头其实挺大的 比起我们之前在另一家餐厅吃 它又真是足料一点 你看到它也炒得挺好的 让我夹一堆上碟头 凶的 咦? 又是刺的? 再看这只 咦? 又是刺的? 不是吧? 三只都是刺的 拿完这只 咦? 怎么搞错? 肉去哪里了? 最后这只 喂? 开了没有? 让我挖开它先 咦? 看到了 都是刺的 即是说1,2,3,4,5 5只 我夹了5只壳 原来肉 已经掉在碟上 所以 材料是没骗你的 只不过炒得熟 就掉了出来 没所谓 撿回去 虽然不可以选住壳的壳 抹它出来 但是分开来吃都一样 我觉得酱汁的稀结程度 都算挺好的 不会太稀 也可以挂上蜆肉 味道也真是很不错 我觉得 吃起来 比起其他另外的几间 这间真的挺好的 而且我问过亲朋戚友 他们吃这些蜆 只有一个吃一粒是有沙 其他是绝对没有沙 所以它处理得真的挺好的 大家都是22多元 这个碟头那么大 我就过来这里吃 你会不会 吃起来 这个就是仙菌瑶柱 扒豆苗 你看到仙菌都有三种不同的菌 分别就是蘑菇 这个黄子菇 和这一种好像叫海鲜菇 重点它的豆苗 是真的挺乱 不是说有什么渣 就算你出面的可能不是那么当做 它都找到一些挺好的豆苗给你吃 我们先看看那些菇 这一种的蘑菇 炒下去通常都是生生的 吃下去都有一些草草的味道 OK啦 那黄子菇来说 切了这么薄片 了实汁相当好吃 海鲜菇也没有一些特别不好的味道 豆苗刚才也说过 相当之嫩滑 咦上面有些白色是什么来的呢 最初我以为会不会是鲍鱼汁呢 因为我没看过名字 不知道原来它真的是瑶柱 我问个侍应他说真的用瑶柱做的 那不买不买里面真的不少瑶柱 哇这些汁真的拌饭超级正 味道相当之好 如果你喜欢吃饭的话 用这个拌的真的是几碗饭的 这个饭相当之好味 这一味就是蒜香蘑菇牛柳粒 你看到它炒得挺香的 都有些黑黑焦焦在这里 因为它有些蒜香有些酱汁 酱汁弄得好像焦焦的 但是又没有焦味 而且那些酱油也是 黏满所有的蘑菇 牛肉方面 究竟牛肉粒乱不乱呢 看看先 在外表看上来 就相当之嫩 芡汁也是挂在上面 也不会有多余芡汁 我最怕吃的牛柳粒 就是没什么汁 而且它的蘑菇 脱了汁 相当之香口 牛柳粒也控制得相当好 你看到里面都是粉红色 吃下去挺嫩滑的 唯一有到不好 我觉得它的汁的味道 就不像我们心想的 是比较大酸味少少 不知道是不是加了少少醋 或者用蒜蓉 有少少醋浸住 总之这一味菜 我觉得碟头价钱OK 但是味道就是 不是我心目中最好的 接着介绍这一个 就是金针文耳蒸鸡 蒸滑鸡 你会说 这些很简单 蒸完蒸完就可以了 家里经常煮到 但有时这些东西才是考功夫 家常便饭往往最考功夫 究竟好不好吃呢 先看一看它 先说它好不好吃 你看它的摆碟 煎了荷叶底 然后在上面铺了 这么大的碟 哇 拍头也十足了 至于你看它的材料 也不少东西 它的鸡应该不是雪藏鸡腿 应该是有一只滑鸡 当然未必有一只 但斩了斩了也挺好的 看金针文耳 文耳吃下去挺爽口 也不会有些怪味 金针都正常的味道 也相当之軟 看一些滑鸡 如果你选到滑鸡有皮 更加之正 当然了 你吃皮才是 否则 你看到它也是炒得挺好的 旁边你看到有这么多油 究竟是什么油来的呢 原来它是下了麻油 吃麻油鸡 所以味道很香 吃一块真的不停止口 所以我也咬了很多 如果你喜欢吃麻油鸡 或者吃蒸鸡 这一只真的挺好吃的 你看看这些材料 原来它都有下杞子 哇,我刚刚收拾到这一块 有皮啊,正啊 哇,真是好吃的 不甜的 很酷 它叫得自己做海鲜酒家 当然是来试试它的海鲜 我打算叫一条鱼吃一下 原本它介事我吃这个芝麻斑的 35元一磅 它说磅两磅左右 怎料它就告诉我 没有,最细条都要三磅 它有几丁有 怎吃三磅 况且呢 吃鱼磅两磅应该最好 所以呢 我们选了叫这个鲨鱼 它放碟都挺好的 中间湯开的 蝴蝶形放在这里 整个炭在这里 躺在这里 你看到 豉油淋上去 肉刚刚来的 所以 调教的火候 真的调教得挺好的 看看碟下面有乾坤的 原来它有一些蜡烛在里 点着火 轻着暖一条鱼的 你知道啦 鱼冷了腥的嘛 究竟这条鱼行不行 我觉得煮得刚好 亦是相当滑的 又不会有太重的腥味 那个豉油调教得相当之好 好味的 如果你真的拌饭 真的拌几碗饭 但是我稍然呢 它偏甜一点 如果没那么甜 会更好一点 但是呢 都是顶不住的 都是要不停地吃的 这条鱼也挺漂亮的 不会有过分的 鱼腩位肥肉这样的 其实这条鱼丸38元 我觉得挺划算的 煮得挺好的 既然它都是海鲜酒家 所以真的有点料到的 它也奉送甜品 你可以选择龟苓膏 或者这个绿豆沙 每人一碗 龟苓膏呢 我觉得呢 都不是说好像 一些现成一盒盒 这么肉酸 它真是自己做出来 但是里面呢 就略嫌有少少呢 有些结了一块块 可能那些料太重了 味道呢 亦都是比较偏辅的 所以你真的要问它 拿多些糖水才顶得顺 至于绿豆沙呢 我觉得煮得挺好的 起码就不会有点焦味 亦都有些臭草在里 你说绿豆的数量多不多 我觉得适中的 吃起来呢 味道不会太甜 因为有时甜品做得太甜 又看不太好吃 它的味道应该叫刚好 免费甜品来说 我觉得比红豆沙好 好了 埋单了 我们叫了五送一汤 究竟多少钱呢 水鸭汤38元 订了的嘛 另外这个蒜香牛肉粒呢 我觉得呢 这一味的味道呢 就是那么多味道 稍微顺色少少少 24元 牛柳是贵的 所以正常的 士椒炒大蜆 23.99元 值得 还有这个鲜菌瑶柱扒豆苗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呢 算是最好吃的一个 因为那个瑶柱汁真的有惊喜的 24元呢 是稍微贵了少少 为什麽呢 因为给一粒饶柱里嘛 那些鱛鱼很厉害嘛 鲨鱼36元呢 我觉得算是便宜的 因为鱼也不小 蒸得也相当之很度假的功夫 金针鱼尔蒸鸡呢 亦都是一个 比我觉得是一个叫做 惊喜 因为20元那么便宜 那么大碟 而且蒸起上来 有麻油鸡的味道 哇相当之好味道啊 总数加起来是165.99 你看到它呢 就包了12%的service charge 然后再收你的HST 总数210元08仙 记住给了提示了 好了总结了 穿通天海鲜酒家 我觉得怎样呢 我经常觉得真的 叫相逢恨晚 听闻它很久了 真的来吃的时候 原来它已经准备结业了 应该叫做转手了 转了手之后呢 可能的柱已经不同了 那虽然呢 可能那些侍应啊 原班人马都可能在 但是呢 将来怎样 真是没人知道的 希望12月左右的时候 它再开业的时候 我们再次过来看看 它究竟和现在有什么味道上的分别呢 你有没有兴趣 在这个老板准备荣休之前 试试它的手势呢 11月前 好过来吃的啦 如果不是 蘇州过后就没有艇搭的啦 好了 我是坑家人 下次和你再吃过啦 好了 以下就是这一间餐厅的menu 请你细心欣赏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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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worn nights summer sky it was the best we ever had 好了 这条片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给你的朋友 就这样吧 下次再见 拜拜